我国前资深外交官与政治家李炯才推出中文版新书《金龙子凤》 他说这本书是以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后裔为主 因此通过中文叙述华人的故事更为贴切 来看记者林思敏的报道 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今晚在土生华人博物馆为新书主持推荐一事 这本《金龙子凤》探讨了华人移民来到东南亚地区后 如何与当地人融合相处 以及他们的后代如何塑造了今天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曾经担任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 以及出使多个国家的李炯才 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投身研究华侨移民历史 他表示希望能通过中文版的新书 让更广大的华人群众对这方面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先用英语再用华语 使得整个中国的华人知道 这华侨离开中国以后到哪里去 现在怎么样 他们也想知道嘛 这本书的英文版在去年七月份推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